林主任你好 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借赛总会 基督教借赛总会 我们已经成立70多年了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设立的社服组织 然后当初是孙里莲女士 美籍的一个牧师娘 从美国来台湾 然后看到台湾那个时候 有非常多需要帮助的人 那她做了非常多的事工 在东部 包含就是她帮助很多原住民 所以设立了花莲协议所 做了许多原住民的一个 陪力的工作 那同时也有在 也有帮助很多 就是说跟着像门诺的医疗团 帮助了很多当时的生病的人 然后还有包含说 像乐身疗养院的乌角病的患者 等等很多的医疗的工作 她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个帮助 而且她是看见需要才做在那个需要上面 然后我们过去一直都在做许多的陪力的工作 那一直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基督教介在总会 虽然很多人认识我们可能是在儿少认养的工作上面 儿少认养的服务上面 全台湾有七千个认养童 五千个认养的家庭 但是我们做的服务不是只有在儿少认养的服务 我们各个年龄层都有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展览 我们台湾即将在明年就要步入超高龄社会了 所以其实在很多年前 现在总会就已经发现这个需要 我们就开始在做50plus的首领培力 对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展览 这个照顾展 所以你们现在服务的年纪 就从儿少一直到长者都有做就对了 对 没错 那当初为什么会叫芥菜 其实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名称叫 The Master Seed Mission 它是从圣经来的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你的信心也许一开始像芥菜种子一样的小 那芥菜跟台湾所知道的那个钙材不一样哦 它是属于以色列的芥菜 那它的那个种子的大小是比芝麻还要小 但是呢 透过灌钙它长大之后 它可以长得跟很大很大的大树 那个不管是鸟和人都可以栖息在它底下 那当初我们的创办人 他就是觉得说当他在做那个助人的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资源是不多的 那信心可能就会很小 但是他就是要鼓励 这个所有在做这个助人工作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他只要透过灌钙 他都可以成长成为大树 这个小种子可以长成神木就对了哦 用芥菜来比喻 好那接下来讲你们这次参展你们所提供的一些理念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说明 那我们这是第一次参展嘛 那我们的呃这个主题叫做 祝你成就50plus无限人生 无限人生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呢 其实我们芥菜总会是希望让熟灵者他都一直能够动 一直能够玩一直能够工作一直能够做志工 那他其实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们希望让熟灵者他能够持续的不是说是被照顾的 而是你自己要自立起来 那所以因为我们芥菜总会有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式叫做三福助人网 就是我们透过祝福的声音 福音福助福利 那第三个福利就是福战利的利 我们就是希望熟灵者中高龄的熟灵者 他都能够被福利起来自立自足 自己自足 那他才会发现他生命的价值 所以你们的目标就是针对50加以上 我们的服务的那个年龄是从45到65 那当然他是不限于这个年龄 我们都很希望就是说 年轻的人他可以早一点开始来规划 那就算超过65岁的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志工当中也有非常多 对 好我们最后讲信仰的部分 我们在助人的部分 有时候信仰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动力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福音嘛 就是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是用祝福的声音传达到我们每一个受助者的身上 那其实所有的中高龄者 他来到我们谢菜总会的场域 我们都很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也一起传递给他们 那当这个中高龄者他自己有这个工作能力的时候 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助人者分享给别人 例如说像我们有营领导师 营领导师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甚至因为营领导师我们有一个亲营会客室 跟我们的任养的青少年 他可以分享他的专业 分享他的经验 给一些可能是迷茫的青少年 他是我们的任养的青少年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把祝福的声音 祝福的一个理念也可以传递出去 好那最后我们一般人怎么样来支持你们谢菜总会 好那如果说是属于这个年龄层 或者是他也很想了解一下 我们可能会有打工换宿啦 会有行动营兵员啊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让首领者他都可以更活化他的这中高龄生活的话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 我们有个50plus的一个梦想基地 可以加入FB来按赞追踪 他可以搜寻 另外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line好友 那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谢菜总会 全面性的一些讯息 不管是不是在这个年龄层 如果对于谢菜总会在推广这个理念 他是认同的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行有余力 愿意想要来支持的时候呢 那也可以来捐款 另外他也可以搜寻基督教借菜总会 进我们的官网 那了解我们所有相关的讯息 那你有发表捐款代码吗 001 001发表捐款 因为我们是第一间 第一间所以是001 对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观众听众支持的话 可以按001发表支持对不对 是 好谢谢我们林主任 谢谢 谢谢